中國人擺脫被割韭菜命運的秘訣 賺錢發財在中國是人人追求的目標和成功的象徵 中國的官員富豪想盡辦法將老婆孩子和資產轉移出國 很多積累了一定財富的中產階層 好像背失了魔咒一般 反覆被割韭菜 股市、金融平臺、銀行和房地產等種種圈錢遊戲 讓中國的中產階層和普通百姓淪落為經濟難民陷入赤貧 中共的掠奪深入到每個人、每個階層 沒有人能夠逃脫 1.10%的權貴掌管中國財富的90%以上 自從鄧小平號召先讓一部分老百姓富裕起來之後 中共的紅二代、官二代在國企改革中侵佔國有資產 成為中國的權貴階層 典型案例是2006年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的張高麗 藉搞國企改革的機會 讓賬本淨值738.05億元 實際價值超過1100億的山東第一大國有企業 以37億的價格悄然易逐 轉到實際操控人 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手中 他們佔中國人口的10% 卻擁有全國社會資產的90%以上 在金融、外貿、地產、通訊、石油等重要行業中 85%至90%的核心職位掌控在高幹官員、子女的手中 據報導 江澤民家族在海外有5000億美金 和人民幣3萬多億 貪官們轉出來的錢高達100萬億元 購全中國人民免費醫療600多年 中國就這樣被掏空 百姓就這樣被榨乾 美國政府統計 中共不及以上官員包含已經退休的 他們的兒子輩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的佔74.5% 孫輩則達到91%或以上 他們在身份上早已經是美國人了 2. 血腥的土地財政 房地產行業幾十年來伴隨著對百姓血腥搶奪 2014年3月21日 山東平渡度家團村農民耿福林 為守護被蒸土地 阻止開發商施工而被燒死 另外三個農民被燒傷 平渡政府從農民手中蒸地 只賠給農民每亩2.5萬元的輕苗補償費外 再無其他 但土地轉手賣給開發商 平均每亩價格卻高達123萬元人民幣 因為其間利益實在太大 爭你一頭牛 捕你一隻雞 政府只需簽字蓋章 便可無本萬利 難怪浙江一名官員在拆遷動員會上說 如果誰在拆遷這個問題上敢跟區委區政府叫板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讓你身敗名裂 家破人亡 2016年僅通過自媒體揭露的血拆事件在100件以上 而從2008年到2013年止 5年間 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高達15.6萬億元 地方總收入中有70%左右 被土地以及圍繞土地的稅收斬據 你住的房子 你的土地並不屬於你 哪天政府說要拆就拆 要爭就爭 中共無情掠奪老百姓宅基地和農田 倒賣賺錢 哪管你露宿街頭 哪管你家破人亡 而房價的一路飆升 則是中共盤剝百姓財富的又一通道 北京市2008年1月 房市均價大約一平米12000元 到2018年1月均價6萬2000元 相差5倍左右 房屋的單純建築成本 應該在每平米2000元到3000元左右 而大城市的房價賣到了其建築成本的10倍 甚至數十倍 承擔高房價的只是老百姓 把一生的積蓄幾乎全部壓上 3. 銀行理財產品騙錢 P2P金融平台搶錢 股市圈錢 中國銀行的理財產品原油寶 老百姓不但賠乾 還要盜欠銀行的錢 中行原油寶大姐虧空千萬元 慘到貪倒在中國銀行門口 不僅虧空了本金數百萬 還道欠中國銀行500萬 總共虧了1000萬 2017年11月 央行發文 管理產品打破剛性兌付 讓投資者自擔風險 不再兜底 賠不賠 賠多少 都是他說了算的霸王條款 中國網民有一句流行語 叫割韭菜 散戶股民就像田裡的韭菜 漲了就割 割了就漲 真正賺到錢的只有機構 政府 與有內線消息的權貴 股市成為經營不良的 國企圈錢融資的場所 中國的股市管理者是為圈錢企業服務 幫其騙 幫其圈 是盤剝股民的幫兇 而賣股票的大股東 無一不報復 股民常常調侃 自己是姚明進去 攀長江出來 中國上市的企業主要是國企 缺錢了就上股市去圈 過一陣還不行就再融資 至於投資者 他才不管你是死是活 良心的股市管理者是為投資者服務 對企業進行嚴格的監督 制約 15年淨利潤不足1億元的榮譽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其創始家族2年不到 堅持套現至少62億元 62億是什麼概念 假如搶銀行 每次作案成功搶到200萬 每週做一次 全年不休 需要搶劫60年 可見發行股有多暴利 難怪眾多公司削尖了腦袋 排隊上市 P2P是一種將小額資金聚集起來借貸 給有資金需求人群的一種民間小額借貸模式 屬於互聯網金融產品的一種 過去幾年 年化利率從近10%到20%不等的P2P理財平臺 吸引了大量的投資人 不少中產階級將上萬甚至上百萬的積蓄 投入到了P2P平臺 另外有一些年輕人不惜從信用卡 網貸 親朋好友手上 套現借款投資P2P P2P爆雷之後 一切夢幻都破碎了 有些人的積蓄血本無歸 有些人一夜間債務纏身 業內人士披露 P2P爆雷是中共設計的陰謀 從2007年到2012年 五年間中國的P2P平臺只有160余家 從2013年到2018年 這五年間全國P2P平臺數量激增至1萬余家 納入統計範圍內的就有6000多家 業內人士披露 P2P的刑期與爆雷 背後的推手是中共政府 其目的除了利用P2P轉嫁金融危機以外 還要消滅中國的中產階級 2013年 中國大陸金融危機一觸即發 銀行出現大量呆帳 壞帳 中共這時需要一個接盤俠 轉嫁風險 於是P2P平臺暴增 2018年6月14日 銀保監會主席 郭樹清在第十屆陸家嘴論壇上發言說 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 收益率超過6%要打問號 超過8%就很危險 超過10%就要準備損失全部本金 隨後 全國P2P 應聲倒下 截至2018年8月底 累計停業及問題平臺打4811家 佔比74% 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涉案金額高可達萬億人民幣 受害者有上千萬人 2019年底 19省市公布P2P平臺清退名單 湖南 山東 重慶 四川 河南 雲南 河北 山西八個省 已對P2P網貸一刀切 一家不留 在廣州與東莞成立於2011年 排名全中國前十的著名P2P團貸網 2019年4月 被以非法集資立案 團貸網負責人唐軍曾被央視點為85後金融裁軍 2014中國經濟人物 2015年度優秀青年企業家等 有投資者認為 就因為國家和媒體的站隊 所以才有那麼多人跳入火坑的 要不隨便看到路邊搭個臺子說年收益10% 誰相信啊 有受害人表示 P2P暴雷案一旦被政府以非法吸金立案審查 債權人的錢基本上就拿不回來了 政府清算資產 拍賣充公 納入國庫 債權人血本無歸 求助無門 4 民營企業被收編 明星大腕被剪羊毛 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 60%以上的GDP 70%以上的技術創新 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2019年10月 不斷傳來重磅級的民營企業家 卸任的消息 即阿里巴巴馬雲卸任董事會主席 騰訊的馬化騰 聯想控股的柳傳志 也先後傳出卸任要職的消息 而此前明天喜的肖建華 安邦集團的吳小暉 和華信能源的葉簡明等多個民營巨頭 因腐敗而被查 財產被接管或沒收 海航董事長王健在法國遊玩 自己摔死 其持有14.98%的股份 全部捐贈給海南省慈善公益基金會 中共一方面需要民營企業支撐中國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對民營企業的盤剝和控制從未放鬆 可以說 民營企業在中共眼中是待宰的羔羊 不但錢財受到掠奪 甚至企業家的身家性命都難保 中國民營企業家慘遭群體性迫害的典型例子是 薄熙來2009年在重慶開始的打黑運動 許多頂級民營企業家被打成黑社會頭子 資產被沒收充公 億萬富豪一夜之間變成窮光彈 截下球 有的甚至掉了腦袋 據說 當時遭到非法抓捕的已達5萬多人 被黑判的人數達到了1萬7千多人 胡潤2014年的中國富豪特別報告指出 在胡潤榜發布的15年中 有27位上榜的中國富豪犯罪入獄 中國知名律師陳有希曾說 現在要折騰一個中國企業家 非常容易 企業家人人都是戴罪之身 用公檢法剝奪一個企業 一個富人的財富 是分分鐘的事兒 9月20日 中共浙江省官媒報道 杭州政府將派出100名官員 進駐阿里巴巴 吉利 瓦哈哈等 100家重點企業作為政府事務代表 中共人設部副部長邱小平 在深化民營企業民主管理會議上表示 民企黨組織要共同參與企業管理 共用企業發展成果 有輿論認為 這些是中共搜刮民膏的印招 中共財務限危機 要進行新一輪搜刮民財運動 由此看來 中共掠奪的本性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 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隨時都在搞現代版的無反 公私合營 企業家人人自危 如果中共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 它的流氓本性進一步發揮的時候 很難說還會幹出什麼事情 2018年10月30日 失蹤123天的大陸一線女星范冰冰 遭追繳稅款和罰款約8.8億元人民幣 消息震動全球 中共又大先輿論戰 要求逃稅一人 年底牽字首 令娛樂圈人人自危 中共國家稅務總局從8月起將明星收入所得稅稅率自6.7%大幅上調至42% 中共目前陷入全面危機時刻 富豪 企業家 明星都成了當局的獵物 今日做上賓 明日接下球 在集權與人質的環境裡 所有發家致富都不過是荒涼一夢 中共搜刮明指明膏的方式有很多 2015年5月1日 中共頒布實施了銀行保險條例 規定銀行一旦破產 儲户高賠償限額為50萬元 老百姓只有默默承受著兩難選擇 銀行破產了 你的錢就蒸發了 銀行不破產 你的錢就貶值了 2018年6月1日 央行對外宣布 無毛印鈔 也就是隨便印錢 這樣銀行就有足夠的錢繼續放貸 印多一倍 老百姓的錢等於縮水一半 一元錢的財富要用百元千元來買 這是變相的掠奪財富 最近有消息稱 中共下一步要增收房地產稅 這是對老百姓的又一次掠奪 本來已經是天價的房子 而且只有使用權 沒有擁有權 還要在家稅 5 發行數字貨幣搶錢 錢包時刻被監視控制 2020年4月16日 中共央行正式宣布 數字貨幣率先在深圳 蘇州 雄安 成都等地試點 當局計畫在三年內用數字貨幣替代 30%到50%的基礎貨幣 並逐步淘汰紙幣 財經人士認為 數字貨幣背後有陰謀 中共可以一件事地印鈔 零成本 所有中國人的財富通過數字貨幣的形式 納入政府的監管和掌控中 直到中北共產掉 中共通過數字貨幣控制人的錢包 從而控制了人身自由 對企業和個人的資產的剝奪一件完成 個人也就完全喪失了抵抗能力 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 私有財產權喪失了 自由就完全喪失了 中共使人喪失私有財產 只能依靠黨才能生存 中共所稱的共產邪惡主義 就是要剝奪老百姓的財產 不管是P2P 股市 房地產 數字貨幣 中共會用各種方式 一茬又一茬地讓中國百姓回到赤貧 大陸資深金融人士劉彥林表示 到了赤貧的行列 你就很溫順了 我每天賞你一口飯吃 每周賞你一頓肉吃 你如果得罪我 我就把你的口糧磕扣掉 中國人不管你是首富馬雲 還是普通百姓 都擺脫不了被中共以各種運動形式 剝奪資產 割韭菜的命運 中共是共產主義邪靈 它依附在中國人身上吸取養料 活著 因為中國人在加入中共的三級組織 即共產黨 共青團 少先隊時都曾發了毒誓 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把命交給了中共邪靈 如今中國人正在覺醒 目前有3億5800多萬的中國人 他們紛紛用小名化名退出了中共的三級組織 莫毒誓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三退大潮順天意滾滾而來 解體著這個欺壓了中國人近百年的吸來邪靈 只有這樣 中國人才能真正擺脫 反覆被割韭菜的命運